HELLO 各位好,我是姚明 今天要來為各位介紹一款有新的遊戲 它的名字叫做 On Cross the Nines 那這款遊戲設計的理念其實非常的簡單也非常的療癒 它的操作方式其實就是說要去透過一些解謎的方式去解開遊戲的一些設定的一些限制 那各位其實進來到遊戲的時候可以聽到它的音樂其實非常的輕柔非常的愉快 各位可以在就是比較繁忙稍微可以偷閒的時候玩玩這款小遊戲來說不好心情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上面的部分的話 這邊他可以就是去進行他的那個廠商的關注 或者是說去看到說這家遊戲公司 或者他還有出什麼樣的遊戲可以進行下載去遊玩 如果說各位就是在遊玩過程的時候發生就是說忘記要怎麼玩這款遊戲或者是不會操作 各位可以看看到這邊有個問號 等下去以後呢就會有顯示它的玩遊戲的方式 再來就是這個驚嘆行的部分 其實就是像我剛剛說的就是他就是介紹作者跟一些練習作者的一些方式 這邊左上角有個獎杯 獎杯的話他會去顯示說他的一些遊戲 或是覺得你 你覺得這款遊戲好或換你可以在這邊做即時的評價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到遊戲的內部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按著這個播放的話按鈕 進入到關卡選擇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我們主要有兩個大大區塊 關卡主要有30關 關卡選擇就是直接點點選這個貓咪的頭像 那如果說各位就是可以看就是說在畫面上這個綠色小 有綠色小鳥站在貓的頭上的話 表示這個這個關卡的遊戲您已經破關 已經解決了 那各位看到遊戲畫面呢就是說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右上角這邊 有一個最好成績跟本次的步數 那本次的步數其實就是在表示說您在這一次遊戲中 您移動了幾次的做了幾次的移動 那這款遊戲它主要就是說 要將所有的線條調整到不會有重疊的情況發生 那它的移動方式非常的簡單 其實是透過這個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畫面上的小貓圖頭像 點下去後呢它在畫面的另外一邊 跟它現有交疊的相關的一些 那個貓頭就是會亮一個小白色的小圈這樣子 那我們要去透過移動這個貓咪的頭去移動這個線條 讓這個這個關卡的繩子不再去打結 那各位就是可以在右邊去看你自己的成績 那如果如何去進行就是去進行到最好的成績就是要讓各位去挑戰 那再來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就是畫面中間左右手邊有一個箭頭 這個箭頭其實可以就是快速跳關卡 如果我按右邊的鏡頭各位可以看到這後面左下角這邊會有一個那個Level的顯示就是告訴各位現在所在的關卡 再來就是各位就是如何各位就是要想辦法去將所有線條就是在最短時間內 其實最少的步數內去完成移動 那這麼這樣的話我們今天遊戲的介紹到這邊 其他去讓各位去探討囉 謝謝大家再見 請就 Tran спас 這遊戲還請 dol歸 減 Fig 滅 呆